喝绿茶喝出胃溃疡 医生给出了答案 喝绿茶减肥这句话一点都不假 但是近期网络上就流传出 一名三十多岁的女子 在三个月里靠着绿茶减肥 不料却患上了胃溃疡的新闻 喝绿茶减肥看似非常健康的行为 怎么知道会引起肠胃不适 针对这一点呢 就有台湾的医师在节目上分享了 他也证实 其实不是绿茶本身的问题 问题就在患者本身的饮食习惯 绿茶含有咖啡因、茶氨酸、回生素 和多种有机活性物质 对抗癌、消炎护肤、护心降血 具有良好功效 不过绿茶的茶多分类物质含量偏高 容易引起肠胃不适 不宜空腹或过量饮用 医师也建议 成年人一天不要喝超过五到六杯的绿茶 还是老话一句 再健康的东西也不能过量 此外台湾的医师还建议 不建议饮用隔夜茶 因为茶饭久了会释放一种叫做 丹宁酸的物质容易伤胃 此外也别喝第一泡的茶 避免喝下去处理不当的残留农药 还有很多茶叶包冲了超过三到四次之后 就必须换新的茶叶包了 因为每冲一次营养物质就会下降 其实对我们也不好 所以你学会了吗 所以你学会了吗 tän去你 是否判了